家居风水里有几个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首先第一个 很多人喜欢把家庭布置得太寒冷 很多的冷色调 觉得这样是漂亮的 但是我想说真真正正 如果家庭太寒太冷色的话 会影响到家人和家人之间的感情 因为它叫做冷淡代表冷漠 这种寒的色调是不好的 所以家里是要有冷和暖的搭配 黄灯、白灯这些是要搭配得好的 第二个就是太暖 太暖就是全部都黄琴琴的 我们叫做会被一些人感到很迫、很劫 很多的压力在这里 所以这方面我们要注意的 一定要匹配 厅可以干一点、冷一点 房间可以温一点 这个是冷暖的搭配 接着有些人的家里会很湿 很潮 尤其是住在海边的你 我建议你 要加些抽湿机 因为身体的皮肤 关节上会容易有问题 这个要知道了 接着第二个是我们在北方的同学 就经常喜欢开着暖气 家里如果太燥的话 人 即是西晒得很紧要 你没有那些水 没有那些加湿 会令到个人的身体 容易出毛病 个人也不平静 所以这方面要注意 接着还有就是会表现得 太暖、太满 我经常都建议 在家里 所有的物件 最好 就是要布置得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 不要太凌乱 哪里凌乱 其实你那个叫做 财气、运气 都进不了你的家 不可以过于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櫃 很多收纳的东西 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令到家 太暖、太乱 哪里乱、哪里乱、哪里乱 哪里的气场就有问题 尤其是进入家的大门口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东西 家里的大门口 弄得很乱、很乱 我们 财不入乱、乱之门 有朋友会乱 所以多一点的收纱 多一点的收纱 要劲力点去做 所以我说 最简单的 风水的布置 你的运气 最简单的 好像是将家里 整得干干净净净 这个你们一定要知道的 第二个 就是整个 家里太刺 我们叫做太空 空 就叫做 屋很大人很少 孤独感 这个沉寂感 这个冷漠感 都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家里是太大 你住一万二千尺 然后两个人住 其实都会 形成了很多的问题 你看到 紫禁城那么大 皇帝住的那间屋 都是很小的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到 这个简单的风水布置 呀